嗨伙伴们,大家好,我是Rex老师,你们的专属风水顾问 那最近老师就收到很多的伙伴们一直发来的讯息 问老师在过年这个时间到底是用什么颜色最好 那如果是有看老师的这个十二生肖的这个讲解的话 那你们都知道要开运的这个钱包的颜色 还有钞票的这个号码 如果是不同的小伙伴们 那你记得去看老师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的视频 那你就可以找到2022年所有生肖的这些开运的这些小妙招 那为了回应这些伙伴们所问的问题 所以今天老师特地就做了这个视频 要告诉大家在大年初一 我们一年第一天要穿什么颜色呢 是最旺 与了桃花运呢 所以说那伙伴们拿好笔 拿好计算器 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数学题 所谓生命灵数嘛 那也就是用大家的这个生日号码来计算出 你们在大年初一 这个新年的第一天穿什么颜色是最旺的 那我们来看要怎么样的计算 那这边老师给大家几个例子 比如说你是2019年5月7号出世的 这边我们是用公历也就是西历来计算 2019年5月7号 那你可以看我们把它所有的生日出生日期的这些号码给加起来 比如说2加0加1加9加0加5加0加7等于24 但是呢我们必须把它再相加最后得到一个单数 那才是我们的生命灵数 也就是2加4等于6 6号呢就是我们这位朋友的他的号码了 他的生命灵数的号码了 那这个最旺的颜色呢是根据6号来分配的 这样子明白吗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1993年1月10号 就是1加9加9加3加0加1加1加0等于24 同样是24 也是不能用的 我们必须2加4等于6 6号呢就是这位朋友的生命灵数 那老师再举一个例子呢 就是2001年3月22日 也就是2加0加0加1加3加2加2等于10 那最后我们1加0等于1 最后他的生命号码就是1 不明白的你们可以在这个评论栏里面 把你们的问题发给老师 或者你们可以私信老师 老师会给你们回答 好的 根据你计算出来的这个生命灵数 我们把它分为三组号码 第一组的话是135 第二组的话是246 第三组的话是789 所以说同学们各自可以计算自己 或者是朋友的这个生日 把它加起来 看他们是属于什么组合 那大年初一要穿什么样的颜色 才能够忘他们今年的桃花孕 四月孕 财孕等等 那你如果是在这个135 这个组合里面的话 如果在2022年 你想忘你自己的桃花孕的话 那老师的建议就是 你在大年初一必须穿黄色的衣服 那有一些朋友说黄色 那上黄下黄不是好像一根香蕉到处走 那多丢人是不是 放心好了 那我老师所讲的黄色 可能就是你的上衣 夹克 或者是衬衫 是黄色的 然后下半身其他的颜色来搭配都可以的 那这个黄色要穿多久呢 就是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 可能你早上出去找朋友啊 去拜年啊 去亲戚家啊 那你穿这件黄色的衣服 他可能是这个上衣啊 又或者是裤子裙子 那你出去了之后几个小时后回来啊 你不想要再继续穿黄色 那你可以穿别的 那没有关系 就反正呢 大年初一早上 睡醒把这件黄色的衣服换上去 出门绕个圈回来 那就是转运了啊 那就你今年的 这个桃花运啊 就会开始升级了 那些比较注重健康的朋友们 那如果你想提升你2022年的健康运的话 那你的幸运颜色是橙色 orange 在大年初一 早上起来把这件 橙色的这个衣服啊 衬衫啊 jacket啊 裙子啊 或者是 那个 裤子啊 不过裤子的话 一定要长裤哦 不能够短裤 如果短裤的话 因为它覆盖的面积比较小 那 它能够对你的这个 健康运的影响也会比较低 其他的这个运势的话 一样的 如果只是穿一个袜子 或者一个鞋子的话 这个幸运颜色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哦 它覆盖面积比呃需要的就是上半身或者下半身啊 另外呢 如果你想增加你的财运的话 你的大年初一幸运的颜色是蓝色加红色 也就是说可能一件T恤 一件衬衫里面呢 有这两个颜色 那也可能就是你上半身是蓝色 下半身是红色又或者是上半身红色 下半身是蓝色 这样子的组合都是可以的 对于那些在2022年啊 想要在事业啊 生意上啊 有一个大突破的朋友的话 那你今年的大年初一幸运的颜色是红色 那红色同样的 你不用上红下红 穿到好像一个红包满街走嘛 那只要就是T恤 或者是你的裤子 或者裙子是红色的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的生命灵素是落在246的这个组合里面的朋友们 那如果你想提升2022年的桃花运的话 那你的幸运的颜色在大年初一是紫色 紫色的这个上衣 或者是紫色的下半身的裤子啊 裙子都是可以 甚至一件这个jacket 如果只是一个那个叫什么 scout那个披肩的话 那可以了 除非你就是从早上披到晚上去了 记得老师再提醒 如果只是穿袜子啦 鞋子啦 又或者一个短裤啦 那是起不到作用的 那如果在2022年 属于246组合的朋友 你想提升你的健康运的话 那老师的建议就是你穿浅蓝色的衣服 或者裤子或者裙子都是可以的 那可以啊 当初可能一些朋友的健康已经是比较弱啦 或者体质比较差的啊 今年如果你在大年初一穿这个衣服 你会看到很明显的这个体能的这个增加 哇哦 那财运方面啊 这个246组合的朋友们啊 那你的大年初一幸运的颜色是红色 那同样的红色衣服啊 就是你不用从头到尾都红 穿到好像一个红包了 满街走 那也是挺可爱的 那好 那我们讲说红色的组合 可能是你上半身是红色 下半身是别的颜色来搭配 又或者是下半身是红色 上半身啊 其他的这个颜色搭配 那女生的话 穿旗袍 哇 从上红到下 那多漂亮啊 对不对 那对于246组合的朋友来说 那你如果你想在2022年增进你的这个叫四月运 或者是生意的话 那你要穿的是多彩的颜色 什么叫多彩的颜色呢 这边老师就是做一个例子 你看这件衣服跟这个裙子 它们都是属于多彩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就是上半身啊 或者下半身啊 运用这些多彩的这些衣物 来增加你的这个2022年的四月 还有生意运 那你可以发现到 这一天穿这个衣服 一年的这个四月 还有生意 那有很好的这个突破 哇哦 对于最后一个组合 789的朋友来说 那如果你想在2022年提升你的桃花运的话 那你在大年初一最最旺你的这个颜色是粉红色 哦那男生啊 听到的话啊就可能马上在想 哇粉红色啊怎么穿 自己考虑自己想想吧 哦记得是粉红色增加桃花运 哦那789组合的朋友 那你想要提升你的健康运的话呢 是黄色加红色 哦同样的刚才老师已经讲了嘛 你可能是上半身是黄色 下半身是红色 又或者是上半身是红色 下半身是黄色 这个组合的话啊 你自己去安排 又或者是一件T恤里面有这两个颜色 或者一条裙子啊 裤子里面有这条啊 就有这两个颜色 又或者是你里面的啊 的背心啊 或者是这个T恤 可能是黄色的 可能外套是红色的 那这个组合自己去安排啊 那如果你想在2022年啊 提升你的财运的话呢 这个组合的话啊 老师是最喜欢的 就是红色加金色 也就是说可能就是一件的卫衣啊 然后有这个金色的字体 或者金色的图案啊 那也是非常漂亮的 不止漂亮还可以提高你的财运哦 好 789组合的朋友 那如果你想在2022年提升你的事业 生意的话呢 在大年初一 最旺你的颜色啊 是浅蓝色 浅蓝色的组合就是依照老师刚才所介绍的啊 你自己去搭配 2022年啊 你肯定啊 就会发现到 哎 这个颜色带给你的一些非常好的效果 那老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 那老师公祝大家新年快乐 小口常开 我们下个视频见 哇 新的一年 更是要更美好 嗨